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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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們把青少年的歷史的概念 做了一些介紹之後 我們把它分成不同的角度 去看青少年到底是一個 創造出來的 發明出來的概念 還是其實是一個 社會文化的結構上面的概念 或者是一些歷史的event 比如說工業革命所造成的概念之後 我們要回頭來看 就是現代的發展心理學 我們想要知道什麼事 之前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們其實想要知道的兩件事 就是我們發展了什麼 以及我們發展的里程碑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有了什麼能力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當我們在想發展 想人的發展的時候 你會說我想人的發展 我到底要知道什麼 第一個其實就是 what 他的認知怎麼發展的 他的社會情緒怎麼發展的 他的同儕關係怎麼發展的 發展了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 什麼時候發展的 發展的里程碑是什麼 所以我們說 現代的發展心理學 要知道的議題 可能這是最基本的議題 基本到什麼地步呢 基本到說 其實不是發展心理學家想知道 很多的家長也想知道 然後比如說我們走到 或者是說臨床心理師好了 一個青少年走到診間 臨床心理師想要知道說 這個青少年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也許就要先知道他幾歲 然後知道說 他說他在幾歲的時候 在長模上面 這個孩子比如說他十三歲 十四歲 在長模上面 他到底在認知上面 情緒上面 知覺上面 動作上面 到底到了什麼樣的里程碑 語言上面到了什麼樣的里程碑 他去比較 他才知道 說這個孩子 跟一般的孩子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我們用里程碑 可以用基本的這個概念去看 去看發展心理學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有功能的 對於很多很多的相關領域 或是學校的老師也是一樣 除了輔導師 一般的老師也是非常有功能的 可是除此之外 作為一個青少年心理學家 或作為一個發展心理學家 我們其實每天的生活中 去看一個孩子 當這個孩子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也會對一個孩子 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 潛在內隱的 看發展的哲學基礎 這些哲學基礎 你如果是一個中學老師的話 或是一個小學老師的話 當你在看人的時候 你的這些哲學基礎 就會影響你 怎麼樣去切入孩子的問題 而作為一個研究者 你就會因為這些哲學基礎 而設計出不同的研究 慣性不同的議題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看看 就是當我們在看人的時候 這些內隱的哲學基礎 怎麼樣去改變了一個人的看法 或是決定了一個人的看法 而可能對他事後 就是接著下來 怎麼樣去看兒童 以及看青少年 或是看這個人 或是看這一群人 會有不同的角度 我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讓大家舉手 仔細聽喔 我下面要問你兩個問題 然後這兩個問題 你只能 舉手其中一個問題 舉手其中一個答案 覺得是對的 第一個 我想問你 你覺得一個人的成就 其實有一部分是天生能力決定的 那孩子要是做不到 其實不必強求 你心裡想想你對這件事有多同意 我再講一遍 你覺得一個人的成就 其實有一部分是天生決定的 所以孩子要是做不到 就不必太強求 這是第一個statement 第二個statement是 你覺得環境或多或少 還是會影響一個人的潛力的發揮 所以你要多給孩子一些環境上的刺激 一定有好處 請問你比較贊成 第一個statement 不必強求 還是第二個 給他刺激 讓他繼續發展 你覺得你比較同意哪一個 都聽清楚問題了 我要你做二選一 你不要兩個都舉手或兩個都不舉 贊成第一個 不必強求的請舉手 我不要數人數 大家看到手了 再來贊成第二個舉手 謝謝請放下 這通常成功者 就會有這樣的看法 真的 不騙你 不騙你 通常成功者就會比較有這種 這樣子的看法 就是說你覺得還是 比較相信這個經驗的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其實 這個 這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有一點點差異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問的一個問題是 why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發展 就是我們的 source of development 我們的 activation 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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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的動力哪裡來 這些都是 都是我們想像的事情 然後呢 所以我們叫它 nature vs nurture 這是一個天生論 跟經驗論之間的差別 我剛剛的第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問的是比較天生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相信的比較是經驗的 然後 nature vs nurture controversy 就是 到底是天生還是後天的辯證 其實就是 一直在發展界 有一個非常大的辯證 我們比較相信天生 還是相信經驗 nurture 的意思 nurturing 你去查字典的話 可能是就是 他很和善的去養育一個孩子 養育的意思 可是他在這邊 nature vs nurture 其實是指的是經驗論 就是外在環境的 nurturing 而造成一個孩子的發展 那 nature 裡面 我們又可以再仔細去問 這個 original state of nature 就是所謂的天生 你覺得人是天生的 你覺得人是天生的 那我下面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覺得一個baby 他生下來的時候 是人性本善 還是人性本惡 還是他沒有善惡 三個答案 只能選一個 是人性本善 還是人性本惡 還是人性沒有善惡 就是baby 出生的時候 你覺得一個小baby 是善還是惡還是白白 請說 善惡怎麼定義 善惡怎麼定義 說得好 就是說你覺得他就是 天生下來就有一些 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不需要你的調整 他不需要你去discipline 他 不要去處罰他 就是比如說像盧梭 盧梭就是一個 人性本善的一個角度 就是你覺得 你不需要去處罰他 不要什麼 就隨他的個性發展就好了 人性本惡就是說 人都有所謂的那個 出生就有一些惡系 需要你去discipline 需要你去矯正 需要你去調整 或者是人是白白 這樣可以吧 我等一下告訴你 2017 年我用 Google 表端 請青少年心理學的修課學生 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然後我請他們用六點亮表 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有個結果 請先回答 你贊成人性本善的請舉手 有一些手 不多 贊成人性本惡的請舉手 也有一些手也不多 你們這種第三的人 就是這種 說的好聽是中庸 說的不好聽也是另外一種 贊成第三種的請舉手 很多人舉手 我告訴你 當初的想法 我不要跟你們講好了 我們今年再做一次 六點亮始 做完了我再跟你們講 所以我要告訴你 就是說當我們在 當我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問說 人到底是善還是惡的時候 你想想看你如果到了中學裡面 一個孩子就是你覺得 有些老師覺得他頑劣不堪 他會做什麼事 有些人是選擇相信 有些人以法家的方法 不斷地discipline 有些人可能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一個單獨的一個小孩 就可能因為一個老師 他本身對於nature nurture 或是性善性惡不同的看法 而對這個孩子的處置方式會不同 那心理學家在做研究的時候 也會因為 你相信孩子是什麼樣 而做出不同的研究上的設定 好 那第二個我要問的問題是 How does individual develop 那我直接問這個問題 你可能看不懂什麼 How does individual develop 那我再來問你兩個問題 聽清楚 你要只能回答一個的話 你要怎麼回答 第一個說法 你贊不贊成學齡前兒童 應該學一點 有關相對論的知識 不要開玩笑啊 就是我可以用一些 現在有很多那種幼稚園國 那個小學的實驗 就是暑期裡面對不對 有一些 有一些那種小的訓練營學物理對不對 你贊不贊成學齡前兒童 就是教他一點相對論的知識 就是讓他在心中種下一個種子 然後說不定他長大以後 就是 你覺得有用沒用 說不定他長大以後 就會比較容易就是 捕捉這樣的概念 你不要想相對論講 物理什麼一些定律 你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從小 就給他一些概念 就是他不完全瞭解 也種下了一顆種子 你覺得可以的 請舉手 你看嘛 有不少手嘛 請放下 你覺得不用的 請舉手 稍微多一點 但是也有手 人就是有差別的啊 我要你們舉手 就是要你們看到 你旁邊的同學 或你旁邊旁邊的同學 是有差別的 人其實在內營裡面 其實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是不一樣的 你讓我想起一個 我很喜歡講這個例子 我覺得很好玩 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是畢校 剛好當到畢校班聯會的 康樂谷的谷長 然後畢校班聯會 那個康樂谷的谷長 學姐告訴我們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我們那個時代 我很老了 所以那個時代 男生女校非常閉鎖 然後我的學姐 告訴我的事情 就是說 班聯會已經 三年都沒有辦過園遊會了 所以你們 班聯會康樂谷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寫proposal 去學校 然後跟那個學生的 那個什麼叫什麼 訓導處的人講 跟教官講 說要辦園遊會 然後我就跑去找老師了 跑到那個生活什麼組 找老師了 就畢恭畢敬的說 老師我們寫好了這個proposal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要辦園遊會 過幾年就來說要辦園遊會 你們都不知道啊 這個男生啊 這就禍害無窮的意思 覺得高中女生跟男生接觸 這禍害無窮啊 然後這是這樣一件事 後來是辦成了 後來辦成是另外一回事 那可是呢 那時候是我高二的時候 然後我到大一的時候 就回去要看老師 反正跟老師還蠻熟的 就跑去 就找到同樣一個組長 然後他就說 啊 有沒有男朋友了 然後我就想說 這不是才 就是 好像才隔一年多的事情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別 就是好像他 就是 所以他基本上 沒有一個 一個 developmental 怎麼講 他就是沒有一個 在developmental 上面 他覺得 這個how 怎麼發展呢 他有的是一個 不連續的概念 是一個不連續的概念 所以當你覺得相對論 對小孩子一點幫助 都沒有的時候 你其實有的是一個 不連續的概念 就是你覺得小時候 跟長大以後的 那個how 發展是不連續的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 早期的那個相對論的 就是教學 可以種下一顆種子 慢慢的孩子會發芽 其實你是一個 continuous 的概念 發展到底是連續的 還是不連續的 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爭議 就是我們發展的機制 到底是 長的是這樣子 這是年齡嘛 然後這是某一種能力 是這樣還是這樣 就是有幾個平台 就是說你到了一個時間會跳上去 因為你到了另外一個時間點 比如說我的高中跟大學 是跳上去的 就是對於交男朋友的能力 這件事情上來說 是老師是覺得你是這樣 這是一個不連續的概念 所以不是要跟你講 我的老師怎麼想 是要告訴你說 其實每天的生活中 小小的事情裡面 我們其實在想一件事情的時候 都是發展心理學 好 那我會給你們一些作業做 就是看一些影片 然後也是寫東西 那再來下一個 到底早期經驗還是晚期經驗重要 什麼叫做早期經驗還是晚期經驗重要 就是我問你 如果說孩子在週末才回家 孩子在週末才回家 那大部分的時候 就是從比如說 零到 零歲到六個月好了 零歲到六個月的小孩子 週末才回家 那平常有保母帶 因為他反正記憶也記不得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零到六個月的事情 你不記得啊 那所以是不是 反正孩子的 那個 當嬰兒的週末 父母不是挺好的 就週末才回家 平常爸媽都上班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你有沒有碰過那種 就是週末把孩子 接回家的父母 你有沒有碰過 有碰過嗎 有碰過嗎 那他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他應該是會覺得 沒有什麼影響吧 所以這就是 early experience 不重要 對不對 早期經驗沒有太重要 那早期經驗重不重要 其實是可以 就是可以去深意的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 孩子小的時候 就有人會覺得說 孩子當週末父母 沒什麼不好啊 反正他在兩歲前的事 大概都不記得了 那一二人會覺得說 哇小時候的情緒需求 沒有獲得滿足 將來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要自信心會不足啊 什麼會有心理創傷啊 什麼什麼的 那佛洛伊德基本上 就是把兒童會失憶 就是小時候的事情不記得 叫做infantile amnesia 佛洛伊德還創了一個名詞 叫infantile amnesia 嬰兒期的失憶症 他就說這就是因為 小時候的創傷太大了 佛洛伊德是這樣想的 可是也有人說 小孩子沒有記憶 認知性理學家說孩子的事情 的確不記得 但是現在也有些研究說 是記得的 如果我們想到好的辦法 去測量的話 是記得的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會問說 早期經驗要是不存在 到了青少年期 就沒有轉還的機會了 還是早期經驗雖然不存在 到了青少年期 仍然有轉還的機會 這就是相對的 哲學上的差異了 所以我們就會問說 早期經驗重不重要 Would it matter Something has to develop as a certain age 其實有些性理學家會說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有critical period 有些事情的確是有critical period 那就是如果他的critical period 是在早期的話 就非常重要 比如上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語言 我們發現七歲以前 就是孩子如果在七歲以前 沒有一個正常的語言環境 可以讓他學得到語言的話 他就算將來回到了一個有語言的環境 他的文法 他的 grammar 以及他的很多的語言的表達 語意的表達的能力 是永遠都沒有辦法回覆的 那就是他早期的那個 那個語意的表達 跟語言的能力 是沒有辦法回覆 我們有時候叫他關鍵期 那有時候又覺得說 那個時間點沒有這麼的清楚 所以我們有些人就是說 不要叫critical period 好像不知道幾歲幾個月 什麼時候沒有得到什麼就完了 叫做sensitive period 叫做敏感期 就是說你如果錯過了敏感期的時間點的話 的確對於將來其實是 是有一些壞處的 好 那以上呢 要講給大家的 就是關於很多 發展心理學裡面的一些 哲學基礎 我們從這些哲學基礎裡面去了解到說 當我們在想事情 想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我們自己內隱的看法 那平常是不自覺的 在隱隱的幫助我們去思考問題 但事實上 他卻 就是隱隱的在幫助我們思考問題 但是他卻 我們卻可能是不自覺的 以上我們又講完了另外一個section 那下面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我們要真的開始講心理學囉 就是講發展心理學 那我們在開始講發展心理學之前 我們會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很多的理論其實都是你在 心理系的同學可能在理論 可能都是在心理系裡面聽過的 但是我們會特別又從 從兒童的角度去講 也從青少年的角度去想 那我們先要講的理論呢 就是剛剛講的這些 有一些心理學的理論 在談發展的時候 覺得發展是不連續的 是 discontinuous 所以他通常就是 stage-like 就是有很多階段論 所以我下面會介紹一系列的 發展心理學的理論 這些理論呢 將來我們在青少年上面都會用 可以用得上的 這些理論呢 我會先從 discontinuous 的理論 就是 discontinuity 的理論開始講起 然後這些 discontinuous 的理論呢 基本上他有一個很重要的 assumption 就是 就是他覺得發展是質變 不是量變 因為是質變 在每一個發展階段 有一個本質上的改變 品質上的改變 認知上的本質上的改變 社會情緒的本質上的改變 所以才會 stage-like 所以這些 theory of discontinuity it 基本上都會有 這樣子的 assumption 那我們第一個要講的是 弗洛伊德 你看到弗洛伊德這個人 你第一個會想到的事情 可能就是 一個老先生 戴了一個眼鏡 然後呢 坐在一張診療椅上 手上拿著一個筆記 然後 在寫東西 然後旁邊呢 坐了一個 有一張大沙發 然後這個躺椅上面呢 就坐了一個人 躺了一個人 然後在那邊開始去 敘述他自己的人生經歷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怎麼沒有幫他畫椅子 好 那他就在這邊 書寫他這個東西 然後做一些分析 好 那這是我們對一個 therapist 的印象 那的確 他的這個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心理分析學派呢 就是我們通常會叫他 psychoanalytic theory 然後叫他 psycho therapy 裡面的這個心理分析的派別 好 那佛洛伊德這個人呢 他對於人的看法 是把人想成一個冰山 有多少人念過佛洛伊德的 除了心理系的同學 沒有真的學過佛洛伊德 therapy 其實本身是很迷人的 不過我們今天不會講太多的therapy 我們講的比較是 佛洛伊德 as a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把他當作一個發展心理學家來看 那其實他基本上 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也是一個 personality theorist 他是一個性格心理學家 然後他也是一個發展心理學家 那所以我們就先從性格的部分講起 那佛洛伊德把人看成一個冰山 那我們都知道 人的 personality 看成冰山 冰山的特色就是說 你在海面上 所看到的部分 其實是冰山非常小的一個部分 那海當然有很多的就是 海的那個浪花的泉湧啊 什麼等等的 所以就是有些呢 有些部分是永遠在海的平面下面 那有些是永遠在海的平面上面 那有一些呢 是在這個中間 有的時候 當潮比較高的時候 你會看得到 在海面上 有些呢 潮不高的時候呢 就在海面底下 他就把人的 personality 看成這三個部分 那他說有些部分是 所謂的意識 conscious 意思就是說他永遠在海平面上面 是你可以感知到的自己 那有一些部分呢是 永遠 潛意識 我們叫他unconscious 那叫做潛意識 那還有一些叫做preconscious 叫做潛意識 那也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從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去看說 人是有 有意識的層面 有起起伏伏的這個preconscious 然後以及潛意識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又把人 分成三個不同的層面 那這三個層面 一個呢 我們叫他ego 那一個部分呢 叫做ed 一個叫做 super ego 所謂的 ego 我們翻成自我 所謂的 id 我們翻成本我 super ego 我們翻成超我 那我們先講這個 ego id 跟 super ego 大概在這個冰山的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再來講 就是 他們各自的意義 我大概畫一下 你們在書本上應該可以看得到 所以 ego 大部分是 意識的層次比較多 然後他也有一些是 就是在潛意識的層次 那 super ego 其實可以 across 到三個不同的位置 他有些是在 就是上面意識很清楚的 那有些是潛意識 就是有時候出來的時候不出來 那 super ego 其實也有一部分 是你永遠潛意識不知道的 然後本我呢 就是永遠都在水底的 這個部分 叫做本我 那所謂的 id 本我的意思 其實就是 有點像 佛洛伊德是受到了達爾文的影響 就是達爾文說人是有本能的 有 instinct 所以佛洛伊德就覺得說 這個本我其實就是人的一些本能 所以他就覺得 他就告訴我們說 人的本能包括哪個最 就是 動物 動物的本能有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兩個 一個是 life 一個是 death 所以 id 裡面最重要的兩個本能 一個叫做 sex instinct 一個叫做 aggression instinct 攻擊的本能就是死亡 所以就是 instinct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問人性 人性本惡 人性本善的時候 我們通常可能會 覺得佛洛伊德是一個 人性本惡的人 他覺得人的本能就是 攻擊跟性 這是兩個 就是最重要的本能 survival 的 value 就是攻擊與性 讓你 life 跟 death 可以就是人生的循環可以走下去 那 super ego 呢 基本上超我 講的就是 morality 就是道德 就是他說 一個孩子 隨著成長 因為一些過去的經驗 父母給他的經驗等等 他就會慢慢發展出 所謂的 ego ideal 跟所謂的 conscience 所謂的 conscience 是良心嘛 那良心的來源就是 因為你做了一些錯事 你被懲罰 然後懲罰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 guilt 因為你做錯事情之後 爸媽懲罰你 不是啦 不一定爸媽啦 任何人懲罰你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 guilt 覺得自己做錯了 而慢慢就會形成了你的良心 conscience 然後他說呢 你的 super ego 裡面 又有一部分叫 ego ideal 那這些 ideal 其實就是因為 你做了一些好的事情 你受到了別人的稱讚 然後你就會產生 pride 你就會很自豪 而這些自豪 最後就變成 慢慢形成了 你的對自我的一些 理想的狀況的期待 這個 super ego 其實就是 說穿了其實就是 一種道德的 sense 那這個道德的 sense 佛羅伊德說是透過了 這個 ego ideal 跟 conscience 來呈現出來的 那所謂的 ego 本身 我們會說這個 ego 是 所謂的 reality principle 什麼叫做 reality principle 他就說 ego 其實是 在很多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想辦法要解決 id 跟 super ego 之間的爭戰 因為你會有 instinct 但是你有個道德去 去抗衡你的 instinct 所以在這兩解之中 爭戰就由 ego 來做一個解決 你們有沒有看過唐老鴨的卡通片 你們還看不看唐老鴨 你記不記得有唐老鴨這個角色 那個唐老鴨的角色 常常有這個 現在我都已經下課了 可是我覺得 比如說有個唐老鴨 你有沒有看過唐老鴨的故事 就唐老鴨每次都想要做壞事 有沒有 然後想要做壞事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泡泡出來 就是有一個好唐老鴨 然後 然後穿了天使光的衣服 然後還奏得盛樂 然後跟四隻唐老鴨說 你不要做這件事 你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然後他另外看看 就是有另外一個人 怎麼就出現另外一個人 也是一隻唐老鴨 可是呢 就後面有一個那個魔鬼的 那個尾巴 然後拿了一個魔鬼的 魔鬼的杖子 然後用一個非常凶狠的眼神 就跟他說 絕對 絕對你要害他才行 因為你才可以獲得利益 我要跟你說的就是 你看佛洛伊德有多生殖人心 他就是在我們每天生存的文化裡面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就是 Super Ego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 It 就是你的本性 你的 Instinct 想要害人 想要獲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然後有個 Super Ego 就是有你的 Morality 然後你的 Ego 就是在這個 Super Ego 跟 It 之間 在那邊掙扎 然後你要做出一個決定來 去面對真實的人生 就是 Reality Principle 所以我們下次就會花時間 再把佛洛伊德的所謂的 Ego 這個部分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因為之前我們已經說 雅里士多德說青少年是 Ego Centric 對不對 所以這個字是很老的一個字 但是佛洛伊德把 Ego 這個字 用在說 當我在面對現實狀況的時候 我這個人是怎麼樣去 面對我的挑戰 跟我的人性的黑暗面的 謝謝大家 李卓洛伊德的小型 我們講了研究設計 然後講了西方的 青少年的概念的眼鏡 那關於華人的文化裡面的 關於兒童青少年的概念呢 我們有類比的一些現象 跟一些說法 那我會在開給你們的作業裡面 因為昨天的 Outline 還來不及出來 那我會在開給你們的作業裡面 你們有機會去知道 還有呢 我們還說了什麼 對 沒有錯 每個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我們其實在我們的小宇宙裡 都是非常澎湃的 然後都是在覺得 我們有所有的獨立的能力 去做每一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亞里斯多德 把青少年期形容成 self-determination 記不記得我在最後的時候 其實有跟大家講說 發展性理學家到底關心什麼 我們當然關心發展了什麼 是認知發展了 還是情緒發展了 還是親子關係發展了 還是性格發展了 同時我們也會去問 發展的里程碑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什麼時候開始的 然後發展的里程碑 我跟大家說 對於教育界 對於臨床界有非常大的功能 因為我們可以馬上有一個 common sense 就是大概幾歲的小孩 他應該在各個層面裡面 應該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接著我們會問更深的問題 我把那些更深的問題叫做 發展心理學的哲學基礎 我告訴大家 無論是一個人 一個老師 一個臨床工作者 或者是一個父母 他都可能對人 有一些基礎的哲學的看法 但他自己內隱的看法卻不自知 但是他卻影響了他的行為 以及他怎麼樣切入一個孩子的問題 那我們說這些的概念 包括什麼呢 包括發展怎麼來的 發展的原動力是什麼 發展的原動力是什麼 我們又分成是天生的 或是經驗的 如果說我們去問天生的 我們又會去問說 那天生是什麼 是人性本善 還是人性本惡 好 那麼接著呢 我們還會去問 how 我們說發展是怎麼來的 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 continuous 的過程 還是一個 discontinuous 的過程 那我用相對論 到底幼稚園該不該給他種下 心裡種下一顆種子 來說明這件事情 就到底人的發展 是不斷的質變 是 cut-off period 還是量變 是慢慢慢慢慢慢累積起來的 那同時我們最後還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發展呢 到底重要的是 early experience 還是 later late experience 然後我們從這個講到了 所謂的 critical period 所謂的關鍵期 或者是叫做敏感期 那也許人的發展裡面 有一些事情 是永遠都要在那個時間上經歷過 才能夠觸發他的發展 但是這並不表示每一件事情都重要 發展性理學家的重點 就是去問什麼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每件事都重要的話 我們昨天講到幼稚園的孩子 如果每次媽媽走了 他都要哭得很大聲 你就覺得說完了 這孩子一輩子都完了的話 那這個人的生活實在是太痛苦了 好 那麼當我們看到 這麼多不同的哲學基礎之後 有一件事我用唐老鴨的圖畫 提醒大家 就其實在我們的 每天的生活當中 我們其實都受到很多不同的影響 而這個影響是我們不自知的 比如說佛洛伊德的這個概念 所謂id super ego 中間的征戰 跟造成的 ego 它中間要去協調 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 也許都在發生 就是然後在我們的文化概念裡面 升值人心 貫穿在文化裡面 我們卻不自知 那所以回頭講到昨天 我們也有提到所謂的 什麼叫做青少年 除了所謂的 storm and stress 除了所謂的 social cultural view 除了所謂的 inventionist view 我們還講到 就是二十一世紀的青少年 他們有什麼特色 那有一個特色我跟大家說 比較少的刻板印象 比較 open minded 可是事實上人就是這樣 這是人性 我們都喜歡把事情分類 然後我們都喜歡把人 分成不同的 group 好 這是 我們覺得我們很 open minded 然後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沒有什麼 stereotype 然後 課本裡面也告訴你 二十一世紀的青少年 比較 open minded 因為整個的世界潮流趨勢 有很多的灰色地帶 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的是 人性就是需要 categorize 事情 我們就是有這樣 categorization 的 這種人性 我們的知識體系 就是喜歡做這件事情 而當我們在 categorize 人 或是我們把人分成 in-group out-group 如果你是心理系的同學 你學社會心理學 會學到這個內團體 外團體 你透過內團體 你覺得很有安全感 你有 sense of belonging 你有所謂的歸屬感 可是外團體的人就是 你要去打擊他 攻擊他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青少年 就會覺得說 老一輩的價值觀 政治觀 愛情觀 都刻板過時 那在此 我們就順便提醒 老年人也是有浪漫情懷的 那也許他們的 wisdom 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那我們 其實可以隨時提醒自己 我們是不是夠 open-minded 我們是不是能夠 就是 fight against 那個人性 就是刻板印象的人性 而不要把人去分類 好 那昨天 我們回到昨天講的主題 我昨天在這邊畫了一個 super ego 的糖老鴨 然後我說有一隻糖老鴨在這裡 然後有一隻 有一個 evil 有一個 it 有一個壞蛋在這邊 那我們昨天解釋了一半 我們說 這個糖老鴨 必須要去解決 it 裡面給他的這種 instinct 跟 super ego 告訴他 不能幹這件事情的 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好 那所以 ego 他的整個的 整個的功能 其實就是在 解決 super ego 跟 id 的 conflict 然後這個 conflict 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他會有很多的 anxiety 有 depression 有很多的情緒 因為兩方針在你中間產生情緒 產生不安定感 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解釋的 非常容易大家非常容易了解的事情 那 ego 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他就要想一些方法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叫 ego 所做的事情 叫做 defense mechanism 所謂的 或者是 ego defense mechanism 叫做自我防衛機轉 自我防衛機轉的這個概念 其實不是弗洛伊德講的耶 大部分都是安娜弗洛伊德 他的女兒講的 總之 在弗洛伊德的整個大的理論 架構裡面 Ego 因為在中間要 融合 就是折衷 這樣子的衝突呢 所以他其實 這整個的過程 其實是非常動力性的 有非常的動力的概念 所以我們也會說 psychoanalytic theory 所謂的心理分析學派 心理分析理論 通常我們會給他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 psychodynamic theory 我們叫他心理動力學 所以你如果在坊間的書上 看到所謂的心理動力學的時候 其實這個動力 就是指的心理分析學派 那動力哪裡來 其實主要講的就是 ego 在中間 那個溶沖的那個過程 他是非常 dynamic 的 好 那我們下面就要解釋 什麼叫 ego defense mechanism 呢 安納佛洛伊德跟我們講說 其實 ego 會用一些方法 來解決消退 因為 it 跟 super ego 之間的爭執 所造成的 anxiety 那他說 ego 所做的事情 是一種 reality principle 是所謂的現實原則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 坐在這個教室裡面 我中午沒吃飯 然後我的 life instinct 就告訴我說 我非常的想要衝出教室去 去買一個滷蛋 或者買一個茶葉蛋 因為我實在太餓了 但是呢 你的 super ego 就告訴你說 你怎麼可以不聽課呢 所以你就在茶葉蛋跟這個 這個中間在想辦法說 到底要聽課還是要喝茶 吃茶葉蛋 然後你這個 ego 就要想別的辦法 也許你寫張紙條給同學說 你還有沒有三明治在你的書包裡 你就想一個辦法 又能夠解決這個 又能夠解決這個 好 那所以 他又不要去 miss 教課 然後又想到自己要吃東西 所以 ego 其實就是用一種 現實的狀況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希望他能夠用一種 被社會所接受的方式 減少他的 anxiety 好 那你如果要去 Ego of Defense Mechanism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類別類型 那你如果去普新 上普通心理學的話 你可以在課本裡面 你去查 Defense Mechanism 一定可以查到一堆 他說明明會列表 但這不是普新的課 我們不會花時間 去介紹 Defense Mechanism 我只會介紹兩種 那就是書本上 大略有先提了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 我覺得剛好跟他可以配合的講 請你翻到書本上的二十六頁 上面數來有頭的第三段的第一行 他說according to Freud repress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in the pervasive defense mechanism 看到沒有 所以他就說 repression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一個 非常powerful 的一個方法 Not repress 我們把它翻成潛意 我們都聽過一些例子 比如說一個小孩子 小時候被sexual abuse 然後他長大以後 他就一直不記得這件事情 人家跟他提 那他那一段生活的 類似相關的經驗 他都一片空白 他到有一天 因為去看了什麼 psychologist 因為別的問題 什麼等等 突然 忽然一些回憶會出現了 那所謂的 repress 的意思 就是因為 當你有一件事情太痛苦 或是太讓你不舒服 然後 不舒服的原因 當然就是說 你的 id 跟 super ego 中間的征戰 那這些不舒服 這些壞的經驗呢 就會讓你 想要把他潛意起來 想要把他壓抑起來 讓你自己不記得 所以他就跑到了 所謂的潛意識 到了 unconscious 的那個 在海底的 裡面的下面 就像我們昨天 畫的那個冰山的圖一樣 你把他潛意一直壓到底了之後 就永遠都 就是沒有一個特殊的環境 去幫你挖出來的話 你就不記得這件事情了 這是弗洛伊德對 人性 對 personality 的看法 那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 ego 在保護一個孩子 能夠自己 免得那個衝突太大 anxiety 太大 讓自己太痛苦的狀況底下 他會潛意 好 那因為講到 repression 這個字 那就有一個很類似的字 我順便提一下 叫做 regression regress 是退化的意思 所以所謂的退化 他跟潛意不一樣 潛意你只是把他壓制 讓你不記得了 不在你的 conscious level 裡面 在 unconscious level 裡面 連 pre-conscious 都出不來 好 那所謂的 regression 是退化 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某一個 尤其在成長的過程中 在某一個情境 當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你也許就會退化到一個 比較年紀小一點的階段 然後用比較原始的方法 去解決問題 比如說我們常常聽過類似的案例 比如說有一個小孩子 他比如說到了四五歲 potty train 就是他的那個 大小便 都已經控制得非常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五歲的時候 他媽媽帶了一個小 baby 回家 是他的弟弟或妹妹 然後突然這個孩子就變得很 就是很退化 比如說 不好好吃東西 然後比如說晚上會尿床 或者是說他也想要跟 弟弟妹妹一樣蒸奶瓶吃 雖然他老早就斷奶了 那我們就會說這種東西 是一種 regress 的現象 退化的現象 他不一定是有意義的 要去跟父母親爭寵 有時候你會發現 父母親會常常會覺得說 你看這孩子就是爭寵 可是有些孩子他 難道晚上睡一半會 突然一下就自己還 很 就是很 清楚的說 嗯 我就是要讓我爸媽來注意我 所以晚上把他尿在床上 不是這樣的 那其實就是一種 regress 的現象 這是 regression 那我為什麼又特別要提 regression 是因為其實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家叫 Peter Bloss Peter Bloss 他也是一個 心理分析學派的 臨床的心理學者 那 Peter Bloss 也有很多的 青少年的書籍 那我們以後也會講到他 那他就會說 他說其實 在青少年期呢 尤其是青春期呢 很常有的一個 Defense Mechanism 就是 regression 就是退化現象 好 那這些 Defense Mechanism 呢 其實 你都覺得好像 這個孩子如果有發生這種事 或仍有發生這種 Defense Mechanism 好像他是不太適應的 那我要說一句話就是 我們每天每個人 可能都會在使用 Defense Mechanism 去找到自己的一些 解救自己的方法 或是讓自己可以 繞個圈 然後不要面對 現實的狀況的方法 那你會說這樣是不是不太好 是不是一種 mal adjustment 是一種不適應的現象 那我會告訴大家說 如果尤其是你學過普新的人 你去看那些 Defense Mechanism 你可能都說 我以前也做過這個 我的同學好喜歡做這個 其實你只要不要 constantly 只會用這個 Defense Mechanism 或者說你不要永遠都用一些方法 去解決一個 其實你應該實際 該解決的問題 那暫時的逃避 其實是可容許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靠 這個 ego 的一些 adjustment 去處理他在心裡一些掙扎 所以就算暫時做了 你只要不是永遠都用同一個方法 只要不是某一件事 永遠都不去解決他 而需要用 Defense Mechanism 去迂迴的 不面對他 那麼其實人的適應 並不是太受影響的 以上我講的 除了我昨天畫的佛洛伊德 坐在那邊記錄他的病人 躺在治療椅上的那個 那個現象是 佛洛伊德 as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以外 我從昨天到今天講的所有的內容 幾乎都是屬於 佛洛伊德 as a personality psychologist 作為一個性格心理學家 那下面我要講的呢 就是佛洛伊德 as a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當他作為一個發展心理學家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 我們說佛洛伊德的發展理論 我們叫他 我們叫他一個性心理發展理論 甚至我們還可以加一個字叫做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al stage theory 性心理發展階段論 我們為什麼用這樣去形容佛洛伊德呢 我們來這樣子說明 我們從他的 mechanism 開始講起 我們上次有講過 佛洛伊德對這個死亡 跟性的 就是 aggression 跟 sex 的 instinct 的這個概念呢 是從達爾文來的 那其實佛洛伊德在那個年代呢 還受另外一個人影響 就是牛頓 那牛頓就是說質量不滅定律 所以其實佛洛伊德他也覺得 我們有一個 psychic energy 我們叫他 libido 這個字實在很難翻 有人把他翻成原域 那有人就把他翻成利比多 因為不曉得怎麼翻 那我們就說 我們有 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 都有一股 psychic energy 而這個 psychic energy 是質量不滅的 但是問題是說 他在人的身體的不同的地方會走動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因為一些生理因素 這個 psychic energy 會聚集在不同的位置 那請你翻到你的書本上的 二十五頁 下面有五個彩色的圖 然後他告訴你說 因為這個 psychic energy 就是他聚集在不同的位置 在不同的年齡層 所以他把它分成五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 oral stage 口腔期 第二個叫做 animal stage 肛門期 第三個叫做 phallic stage 我們把它叫做性氣期 請你這個等一下一定要分清楚 我們把它叫做性氣期 第四個 stage 叫做 latency stage 潛伏期 然後 genital stage 我們把它翻成生殖期 其實 genital 的英文是 性器官的意思 他是成熟的性器官 叫做 genitals 可是我們在這邊就是 phallic 叫做性氣 然後 genital 是生殖期 所以請你在考試的時候 要把它寫清楚 你不然就寫英文 不然你要寫中文的話 你如果把 genitals 用英文說 老師我的 genitals 寫成性氣期的話 那會算你錯 所以把它分清楚 就是我們翻譯的時候 是這樣翻譯 為什麼呢 因為 phallic 也是 也是性器官的意思 但是他是 不成熟的性器官 那還有就是說 請你把他的順序記住 請你把他的年紀記住 年紀你不必記得這麼仔細 0 到 1 歲半 跟 0 到 2 歲沒有差這麼遠 然後 1 歲到 3 歲左右 toddlerhood 是 annual stage 然後 3 到 6 歲是 preschooler 差不多學齡前 那等一下我會把 他們的意義講清楚 你就會非常容易記了 然後 latency stage 是在小學階段 到青春期之前 然後 genital stage 是在青春期開始 就是你的性器官發展成熟 有升職能力之後 叫做 genital stage 那我們來講一下 這每一個 stage 大致的意義 所謂的 oral stage 的意義 是佛洛伊德 他其實就是觀察人嘛 所以很多小朋友 他們在出生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是有很多吸奶嘴的 這個 instinct 這是他們 就是能夠生存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reflex 那這個 reflex 到後來才慢慢會消失 那這個 reflex 其實是幫助孩子生存 所以他的那個 口腔的吸損 對他的 對他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然他的 libido 會集中在那個區域 到了 annual stage 肛門期 通常就是所謂的 他寫一歲半到三歲左右 差不多就是小孩子開始 訓練大小便 開始他的肛門擴約機 要開始運作 然後才能夠讓他能夠 能夠就是控制自己的 自己的大小便等等的 自己的排泄 所以是 annual stage 聚集在那邊 然後第三個 failure stage 在學齡前也差不多就是小孩子 發現 尤其是小男生 發現自己的性器官 甚至不小心發現說那個刺激 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的那個時間點 所以就是在 phallic stage 通常孩子會 會開始就是注意到自己的 自己的 genitals 注意到自己的性器官 而且開始從中產生一些 特別的感覺 然後再來到了 latency 就是在身體的各個不同的地方 repress 起來了 潛移起來了 潛移起來之後呢 那孩子就把他的注意焦點 放到外界去 所以那個時候通常是他跟同儕互動啊 什麼等等 然後就是 就是有發展他的社會交際 社交的能力 然後發揮他的就是去 那個那個 學習他的就是一些 intellectual 的發展 然後到最後呢 到了 genital stage 就是青春期之後呢 孩子們發展成熟 然後開始 就是變成大人 可以成立家庭 可以生小孩啊等等 弗洛伊德在這樣的說明的時候呢 有一個時期是特別有趣的 就是 phallic stage 那我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 phallic stage phallic stage 佛洛伊德他自己有很多這種小男孩的個案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個案呢 就是little Hans 漢斯這個小孩子 Hans這個小孩子呢 他在一個非常 富裕的家庭成長 然後 爸爸媽媽都對他很好 但是問題是說這個 Hans 就是對於馬有一種懼怕 然後佛洛伊德在 他們去了診間 佛洛伊德在問了很多這個 這個過去的生命史之後呢 他就這樣子結論 他覺得 Hans 之所以會對馬這麼害怕 其實是對馬頭害怕 而他對馬頭的害怕是因為 馬頭長得很像他父親的性器官 他覺得那是一個 對他來說很龐然大悟的東西 然後而且呢 他對他非常非常非常高的焦慮感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佛洛伊德的解釋的說法 是說一個小男孩到了 Fallic Stage 當他知道他自己跟父親是同類之後 他會有非常大的焦慮 就是說是爸爸 佔有了媽媽 而他自己有非常強烈的欲望 想要佔有那個媽媽 因為媽媽是餵捕他的人 是對他非常好的人 每天照顧他的人 所以他就對母親有一種 非常強烈的期盼 但是又覺得說這個爸爸 會 就是如果他把他 這樣子的期待說出來的話 都不見容於爸爸媽媽 所以就造成他有非常非常大的 所謂的 Castration Anxiety 這個叫做閹割焦慮 我們從這樣子的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佛洛伊德他其實 在他的整個的理論背景裡面 有很多是跟性 跟Sexual Instinct 有關的說法 那就是因為 他的 Super Ego 告訴他說 我需要爸媽的照顧 我不能夠欺負我的爸爸 我不能夠打倒我的爸爸 因為他是我的父親 他照顧我 而且同時 這樣也不見容於 這個整個的道德世界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的 It 我又非常想要這個 對於媽媽 我又有獨特的佔有慮 所以在他這個 然後他覺得說 他如果把這件事情表現出來的話 他的 Anxiety 就是很特別有一個 Castration Anxiety 會出現 因為父親比他強大很多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呢 就是因為 在這個時期 孩子為了要解決 Castration Anxiety 他會做一件事 就是他會去 我們剛剛講了 Repression 跟 Regression 兩種 Defense Mechanism 那有一個 Defense Mechanism 是在 Phallic Stage 出現 非常明顯的 我們叫他 叫做 Identification 叫做認同 這是我在這個課裡面 會介紹的 第三個 Ego Defense Mechanism 那這個 Identification 就是因為 弗洛伊德的說法 是因為有這個 Castration Anxiety which is between the struggle of it and super ego 所造成的 Castration Anxiety 小孩子要用 Defense Mechanism 來解決的時候 他就用 認同於自己的父親 我打不倒他 那我就跟他一樣 所以他開始 小男孩開始學 爸爸要打領帶 學爸爸要刮鬍子 然後弄很多泡泡在嘴巴上面 然後又 就是學爸爸的 道德觀 價值觀 性別觀 很多很多的時候 他都 去學習了父親的 identification 所以我們會說 在學齡前期 從弗洛伊德的角度 對一個人的性別發展 道德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因為他透過 identification 就是去認同於大人的一些價值觀 而學到了自己 在這個社會上面的定位 那我們講了這五種之後呢 接著又會有一種 病理的現象出現 我們把它稱為 fixation 我們通常把它翻成停滯 或者是故著 有人翻成故著 所謂停滯故著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說我們的 libido 其實是隨著時間 隨著歲月而慢慢 朝前往不同的 area 前進 在人身體的不同部位 集合而前進的 但是問題是說 弗洛伊德說 如果你在某一個階段 你沒有好好的把那個階段 該做的事 該達成的目標 該獲得圓滿解決的 這些issue 解決的話 那會造成的結果就是 你的 libido 會停滯在那個 area 走不出來 所以有所謂的 oral personality annal personality 就是口腔齊的口腔性格 肛門性格 那你在這些坊間 談心理分析理論的書上 會看到這樣的說法 那所謂口腔性格 意思就是說 小孩子從小的吸吻的慾望 食物的慾望 吃的慾望 沒有獲得圓滿的解決 或者是說 給他太多 或給他太少 沒有一個圓滿的 一個狀況的時候呢 孩子就會對吃這件事情 或是口腔的運動這件事情 非常的有興趣 到了成年人之後 我們說有些人喜歡抽菸 有些人喜歡對食物 有一種特別的喜好 就是對於吃這件事情的 這個固著 其實是一種口腔齊過往的 一種沒有圓滿解決的 一個後遺症 那也有人說 annal stage 這個不能好好解決的話 肛門性格 那我們說肛門是排泄 對不對 那有些人的排泄就是 就是有些孩子會 不敢排泄 因為他有排泄出來的話 如果弄髒弄亂的話 就被爸媽罵得很厲害 或者是說 每次都 每次都這樣子 就是亂七八糟 變成一個災難的過往以後 所得到的後果 讓他不舒服的話 那我們說這個annual stage 最造成的annual的性格 就是他hold得住 然後都不想要 讓這件事情就是排泄出來 我們就說這個人 不排泄出來就變得很吝嗇 所以當我們在講說 this person is really annual 其實有時候是那種 罵別人很吝嗇的意思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說法 所以當然就是 我們在講佛洛伊德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理論的部分 當然是讓大家覺得好笑 然後覺得怎麼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佛洛伊德他生於1856年 然後死於1939年 他是一個就是離大家已經 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一個 一個時代的人物 那在那個一百年前的這個時代裡面 他的一些時代背景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來講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網路上 YouTube 上面 可以找到非常長的 關於佛洛伊德的一些記錄影片 那都拍得還不錯 我因為這門課 我不想要介紹這麼多東西 所以就是 你們自己上 YouTube 上面找 其實是可以找得到的 好 那在他那個時代 在他那個家庭關係裡面 他跟母親的關係 他跟在整個家庭裡面的位置 等等 都影響了他後來的理論發展 但是我們 如果我們要說 佛洛伊德有什麼貢獻的話 我們講一下佛洛伊德的貢獻 好 佛洛伊德貢獻當然很多 但是我們可以稍微講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 其實你去看他的理論 佛洛伊德其實出了很多的演講集 然後他跟別人的書信往來 你會發現 他的所有的derivation 他的所有的對於人 對於人的概念 他是有一個 systematic logical 的一個 derivation 他的那個 analysis 他對於人的一些 analysis 其實是非常有邏輯的 只是那個邏輯是在一個 特定的前提底下 但是你只要先去接受了他的前提 你會發現後面的每一步的推論 事實上是有意義的 是 logical 的 好 那我們就會說了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就是同時講一下他的批評 如果說我們講一下 siproanalytic theory 的批評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同時講了 就是他很多很多的理論的前提 是一些 metaphors 比如說 psychic energy 這個 libido 的概念 本身就是一個隱喻 就是一個 metaphor 不是一個真實發生的 然後他也說 人的那個 那個這個情緒像一個水庫 他常常用這個 reservoir of psychic energy 來說明說 那個水庫要洩洪要怎麼樣 等等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都是 都不是真實的 就是科學證據 也可以說明的 他就是在這個隱喻底下 在這個像 像隱喻一樣的前提底下 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其實是 systematic 的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 佛洛伊德的 contribution 我想大家可以知道的 就是說 你如果現在去看一本 社會情緒發展的課本 比如說我開社會情緒發展的課 如果你去看一本 社會情緒發展的課本 然後你去看他的每一個章節 你會發現的一件事就是說 到現在這個課本裡面的目錄 或是發展心理學裡面 講到社會情緒發展的那些目錄裡面 他所調列出來的 topic 所調列出來的重點 大部分是佛洛伊德的那個時候 就已經立案說 這是我們要研究的東西 比如說 aggression 比如說 moral development 比如說親子關係 比如說同儕關係 這些都是在佛洛伊德的年代 他就告訴我們說 一個孩子的發展有哪些重點 我們要必須考量 而這些重點就已經存在了 所以我們會說佛洛伊德其實是 現代的發展心理學的 尤其是社會情緒發展的部分 他是一個先鋒 把我們該要關心的議題 都已經先放在那邊了 雖然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那些 topic 都是佛洛伊德 所 所接諸的 我們不能講所有的佛洛伊德的這個批判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再講幾個 比如說 佛洛伊德他自己本身是一個醫生 他是一個可憐的猶太人 在那個二十世紀 初年 然後十九世紀末年的時候 猶太人是非常被歧視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 世界歷史當初他是在奧地利 然後非常非常被歧視的狀況之下 他想要當一個病理的醫生 結果不可得 因為那個位子不是留給猶太人的 他只好去後來就是 跑去做很多這個精神科的方面的事情 在這樣子一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 他能做的時候 當然就是看他的病人 但是他的理論 就是在他的診間裡面 慢慢發展出來的 所以我們會說他的理論 不是從正常人 所慢慢導引出來的 就是他看的 他沒有看什麼正常人 他的 personality structure 是同 patients 從個案裡面 所衍生出來的一個結果 然後第三個呢 心理分析學派基本上就是 你看了個案的一些問題之後 你說 那都是因為他當初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他是一個事後解釋的一個說法而已 那他 他不是一個科學家 他不是一個統計學者 然後做很多的研究 然後去說這件事情一定有 有證據 他不是做這個演繹的derivation 那麼他通常都是 就是歸納過一些現象之後 把他 把他做一個說明 所以呢 弗洛德的理論 常常被我們 被這個大家所詬病的是 他是一個事後解釋的理論 那當然 還有就是比如說他看 你看他講這個 認同啊什麼的 或者是閹割啊 他其實都是以男孩子 為主 就他的整個理論裡面是男孩子為主 那比如說 伊底帕斯 complex 伊底帕斯情結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其實 Little Hans 的 這個整個的現象就是一個 伊底帕斯情結 小男孩的戀母情結 雖然後來我們也講到了戀父情結 但是那都是弗洛德後來補上的 就是那個 而且後來補上了 他就說因為小女孩沒有這個閹割焦慮 所以他的認同沒有這麼強烈 所以他的整個的道德發展 也沒有小男孩這麼強烈 所以小女孩的道德觀 是沒有小男孩清楚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他沒有那個焦慮 沒有夠強的焦慮 讓他去identify 就是去有這個很強的defense mechanism 那這都是一個弗洛伊德 非常男性沙文主義的說法 所以我們當然還可以 就是還有很多 都關於弗洛伊德的批評 不過這個課我們就講到這邊 我們剛剛第一個是講的是弗洛伊德 然後我們說他是一個質變的理論 是一個stage theory 然後我說 比如說我跟大家講說 我要介紹發展的理論 我是會從discontinuity 的理論 開始介紹起 對不對 那第二個discontinuity 的理論 就是erickson erick erickson 好 我們也知道弗洛伊德的 first name 好了 叫做sigmund 為什麼忽然想要介紹 first name 叫sigmund 你們知不知道真谷德 你們知道真谷德吧 那個動物行為學者去非洲看星星 然後來台灣好多次的真谷德 你知道真谷德他去觀察那個星星家族有沒有 知道吧 他給每一隻星星都取了名字 你去看每一隻星星的名字 都是心理學家的名字 有一隻星星叫做sigmund 有一隻星星叫做erick 就是這些古典的大師 都是他 都是他的那個星星的名字 好 那我們要介紹 erick erickson 我們會說他是一個neo freudian 是一個新弗洛伊德學派的一個學者 好 那他是一個neo freudian theory 但是我們叫他的theory呢 我剛剛把這個擦掉了 那我再寫一遍好了 我們剛剛說弗洛伊德的理論叫做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al stage theory 那erickson呢 我們叫他psychosocial 然後後面都完全一樣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stage theory 叫做社會心理理論 erickson 他比弗洛伊德年輕一點 他是1902年生的 到1994年才過世 那他跟安娜弗洛伊德的關係 非比尋常 那就是安娜弗洛伊德是他的analyst 是分析他的人 也是他的老師 好 那他當然就是受教於弗洛伊德家族的人 那當然就是受到弗洛伊德很深的影響 那基本上erickson 的理論呢 我們為什麼叫他psychosocial 就是他覺得 每一個人在發展的過程中 也會碰到一些階段 他把這些階段叫做developmental crisis 叫做發展危機 但是呢 有一個台灣的學者 把他翻成藥物 發展藥物 其實也翻得很好 就是所謂的發展危機 發展藥物 其實就是說 你在這個階段的issue 你要解決的是什麼issue 所以叫做發展藥物 你要解決的是什麼樣的議題 他對於發展這些stage的界定 他就說 每個人從小長大 雖然有一些生理需求 但是我們在一個文明社會中 我們一定都是在這些文明社會裡面 是會經歷一些固定的事情的 比如說你從小跟著父母 在一個家庭裡面成長 然後慢慢的父母會帶你去找小朋友 你就會碰到一些其他的小朋友 然後接著你就要上學 然後你上學以後 你慢慢長大以後 你可能要交異性朋友 然後要結婚 要生孩子 要面對就是 怎麼樣能夠生存在這個社會上 要自給自足 然後接著你將來要退休 然後退休以後 你要面對自己的人生 回過頭來看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滿足 是不是覺得自己的人生是過得OK的 所以就是我們從小到老 其實是有一個固定的Life Cycle In general 雖然每個人的個別差異非常的大 但是這都是我們想像中的 這個人生的這個規劃裡面呢 很自然而然會想到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弗洛伊德就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一定 因為有這個文化的限制 文化給我們一個 生活的格式 生涯規劃的格式 所以這些生涯規劃的格式 就是一些social influence 所以當我們在面對 每個成長階段的issue的時候 不只是physiological 的issue 像弗洛伊德講的 這個psychic energy 什麼等等的 這種比較生理的 而是也有很多是跟社會有關的 所以他就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他就把人也分成了不同的階段 這個階段像什麼樣子呢 請你看二十六頁 好 二十六頁 我們從最下面開始看齊 因為下面是比較小的小孩 從出生以後的時期 第一個叫做 trust vs. mistrust 其實有時候叫做 basic trust vs. mistrust 我們就把它翻譯成 基本信賴與不信賴 第二個叫做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 autonomy 我們翻成自主 我們的自主性 shame and doubt 當然就是羞愧懷疑 第三個叫做initiative vs. guilt initiative 我們翻成主動 然後guilt 當然就是內疚 主動跟內疚 然後第四個是 industry vs. inferiority industry 我們翻成勤勉 inferiority 我們翻成自卑 然後第五個階段叫做 identity vs. identity confusion 請你注意 我們剛剛講的defense mechanism 叫做identification 叫做認同 identity 中文也有人翻成認同 但是我情願把它翻成認定 自我認定 identity vs. identity confusion 就是自我認定 或者是認定的混淆 然後下一個階段 第六階段 我們叫做 intimacy vs. isolation 親密與孤立 這是二十幾歲 三十歲以後的 我們叫 early adulthood 的時候 是親密與孤立 然後再下一個叫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genertivity 我們翻成生產 你去 generate 它其實動詞是 generate generate 就是有很多生產 然後工作啊等等的 productivity 等等 stagnation 也是翻成停滯 最後一個叫 integrity vs. despair intigrity 這個字非常好玩 intigrity 其實它有的意思是 這個字真的很難解釋 我這樣解釋好了 英文有一句話 業語就是 once you lose your integrity everything's a piece of cake 這是什麼意思 當你沒有了你的 integrity 之後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塊蛋糕 這麼簡單 everything's a piece of cake 意思就是說 integrity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的自我尊重 你的人格 你的尊嚴 你的 你的誠懇 正直 都可以叫 integrity 那你也可以說這個 integrity 可以是 integration 從 integrity 也出來 integration 是統和 所以不論你用統和來看 或者是用 integrity 用尊嚴 用正直 用誠懇 用這個人的很多好的事情來看 它基本上就是說 我回頭在我的人生的最後階段 在 later adulthood 我回頭看自己 覺得我這個人是有價值的 是我是對自己滿意的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過得有尊嚴的 有尊嚴當然是來自很多的 我自己做的好事 那好當然就是可以用 比較 general 的方式去定義它 你可以把自己統和起來 然後當你面對死亡的時候 你不會 feel despair 不會絕望 那我們從頭解釋起 到底這些 stage 在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stage theory 裡面是什麼意思呢 但是我們可以先看到 Eriksson 與弗洛伊德的一個大差別 就是弗洛伊德講到青少年期之後 人生就好像沒有再走下去 沒有再繼續滾動了 可是 Eriksson 的理論 是一個 life span theory 它是一個全人生的理論 這是跟弗洛伊德的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還是從小時候開始講起 然後你就會發現 Eriksson 的理論 其實跟弗洛伊德的理論 是非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 不愧它是一個 Neo-Freudian 第一個階段 我們說叫做 basic trust and mistrust 弗洛伊德只講到一個孩子 在那個時候會有口腔的需求 他的口腔需求會被滿足之後 他才能夠 survive 可是 Eriksson 繼續講說 當你的口腔需求被滿足的同時 誰在餵你 是你的父母在餵你 是你的主要照顧者在餵食 而如果在你餓的時候 父母親能夠 responsive 能夠 sensitive 知道你的飢餓狀態 然後把你餵飽 把你安置好 讓你的生存危機 不會受到影響的話 那他就會 對他自己的小世界 有一個基本的信賴感 Basic trust 這個基本的信賴感 其實就是說 是一個對這個孩子 他將來就是面對世界的一個基礎 可是問題又出來了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爸爸媽媽永遠在孩子哭的 第一聲就衝去 不論自己正在洗澡 或者是在換衣服 或者是在上廁所 他都要拋下自己 所有自己的自我需求 跑去面對這個孩子的話 然後讓這個孩子一分鐘都不能等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小孩為什麼會自我中心 他覺得他的需要最重要 是的 就是說其實 你 你有沒有看過小baby 小baby的自我概念 剛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 對於自己的身體的界線 是不曉得在哪裡的 小孩子身體很軟 然後他就把他的那個大拇指 抓到他的嘴巴 就是腳趾頭 抓到他的嘴巴裡面 左腳抓到他嘴巴裡面 開始吸 然後開始咬 然後就很痛啊 就開始哭 然後哭了以後就把他拿開 然後過了一下 他就拿右腳也開始啃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 什麼東西是他身體的一部分 什麼東西不是他身體的一部分 他自己的 self-boundary 是不清楚的 那當他自己的 self-boundary 是不清楚的時候 如果說你現在 你每一分每一刻 你都不斷的 就是 very very responsive very very contingent 對不對 contingency 我們上次在學過這個字 時間配對 那你會讓這個孩子覺得 就是媽媽就是我的一部分 那如果在這個狀況底下 如果你太早就 把這個孩子 這個 丟在那邊不管 他當然很早就知道 我不是跟媽媽不是同一個部分 但是問題是 這時候孩子的生存受到威脅 而且他對他的基本的 這個外界的世界沒有信任感 所以basic trust vs. mistrust 就是為什麼erickson 他的所有的developmental issue 都要兩側 這是因為他需要在這兩側中 達成一個 positive balance 我們不能夠有完全的信賴 那我們也不能夠說 信賴不信賴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們需要朝信賴的方向走 但是我們又不能夠讓他 這麼信賴 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positive balance 所以erickson 才會講說 他是一個issue 是我們要去解決的一個issue 所以他跟oral stage是有關的 然後第二個 stage 什麼叫做 autonomy vs. shaman doubt 就是你想想看 這個小孩到了annual stage 他的大肌肉已經發展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一歲半什麼兩歲就開始 從爬變成走 從走變成跑這樣子 然後他的小肌肉開始 就是常常看小朋友 到了一歲多以後 最喜歡做一件事 在地板上找頭髮 找灰塵 然後爬過去把那個灰塵捏起來 然後像得到了一個戰利品一樣 拿給媽媽看 然後他就說丟到垃圾桶去 小孩就好開心喔 為什麼 他就是他的眼力也發展得夠好 他的那個小肌肉也發展得夠好 可以抓東西了 好 那這個時候 他還有個地方發展得很好的 就是擴約肌 肛門擴約肌開始發展 好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弗洛伊德只注意到的是 肛門擴約肌的發展 跟annual stage 的關係 可是當這個孩子他在 去練習他的大小肌肉的時候 中間總是會有一些插持 這個插持也許是排泄的插持 也許是 他想要自己拿一個杯子喝水 卻把玻璃水杯打破 或是他覺得他有抓的能力了 到處去抓不同的東西 但是他抓錯了 跟環境不符合的東西 比如說打翻了什麼水啊 然後他跑到什麼水溝裡面 去抓一塊看到的石頭啊 那就很髒啊 什麼什麼等等 就是說他會做一些 難以想像的事情 他只是要 explore the world 然後去了解這個世界 用他新增加的這些大肌肉 與小肌肉的能力 去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們會說 這個期間的孩子 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autonomy 尤其是身體 physical 上面的 autonomy 想要去探索這個世界 自主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時候他常常惹禍 因為他的肌肉發展還不是那麼好 而且他不知道他做的這件事情 去 explore 這件事情 是不是爸爸媽媽准許他做 或是有危險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會有羞愧懷疑 那當然 你要讓他去抓 你不能不讓他去抓 但是你又要注意他的安全 要注意他的衛生 要注意家裡的東西 會不會被他打破 所以這也是一個 雙方兩方之間要達到的平衡 爸媽媽媽應該把 不該被他抓到的東西 不該被他什麼的東西 給他一些限制 但是問題是說 又不能夠完全的 要把他包裹在一個地方 讓他哪裡都不能去 哪裡都不能探索 所以這個issue 這個crisis 叫做autonomy versus shaman doubt 這樣大家就會了解 這個social issue 跟physiological issue 是結合在一起 放在Eriksson的理論裡的 到了學齡前的時候 大家聽到的 看到的是小孩子的 phallic stage 這個phallic stage 說是說是性棄棄 但是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上 就是孩子已經口才變極 語言非常的發達 然後他的動作也發展得很完整了 他開始有自己的很多想法 開始想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謂的take initiative的意思 比如說到了大學生 他比如說他在社團裡面 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想要成立一個project 他可以take initiative 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initiative這個字 主動的意思 不再只是autonomy裡面去探索 而是他有一個目標 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在這個時候的take initiative 他往往對這個社會還不夠了解 他對倫理 他對道德 他對社會規範是沒有完整的概念的 所以這個小男孩覺得說 我們家都除了媽媽之外 沒有人穿裙子 我的同學穿了裙子來學校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怎麼穿裙子 他想要去拉開來看一看 掀起來看一看 有個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看到抽屜裡面 老師的抽屜裡面 有個很漂亮的一個玩具 他覺得哇這個玩具好漂亮喔 好有趣喔 那我在學校老師給我玩過一次 但是我沒有機會多玩 那我弟弟在家好可憐 我弟弟都沒有機會玩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玩具帶回家 然後給弟弟玩呢 好 那當他在把東西拿回家 他不知道那是拿了別人的東西 是不被允許的 當他去掀小女生的裙子的時候 他不知道這個是對別人的不禮貌 好 那這些社會規範 當他還沒有完全齊全的時候 他開始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大人就說 你看你這個賊 你看你這個色狼 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是孩子他會覺得受辱 然後他覺得是 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內疚 很多很多的guilt 好 那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就是說 當我們take an initiative 我們卻不知道我們做的是 對是錯的時候 我們有很深的guilt的時候 大人怎麼在這個之間 達到一個平衡 讓你知道說 很多事情的社會規範 你應該是被教導的 但是同時有一點點的guilt的情緒 是幫助你 去 從這個所謂的 moral emotion 所謂的道德情緒 而讓你對於 就是社會規範 或是道德的倫理的基本概念 開始有一些 開始有一些想法 以及一些規範出來 所以在phalic stage 在弗洛伊德談的只是性器本身 可是對於erickson來講 他把他擴大到 就是不只是性 不只是單獨的一件事情 而是他透過孩子的take an initiative 去看到說這個時候孩子就是要守住這個道德規範 那我們剛剛上一節課有講過 phalic stage 是道德發展的 對弗洛伊德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期 erickson 也是這樣想 但是他只是用另外的機制 去討論這件事情 再來到下一個階段 是latency period 對弗洛伊德來說 erickson 講得很類似 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上 孩子們進入學校 他開始有很多的 學業的壓力 然後他力求在不同的 學業的科目上面 音樂的 體育的 學科上面的各種的表現 那他可以發現他的勤勞工作 可以是獲得收穫的 而他如果說他沒有機會 展現他自己的能力 那麼總是被比在後面 總是無法完成工作的話 那他是會有自卑的 所以在勤勉與自卑之中 也還只要找一個地點 說大概我的能力到哪裡 我知道我什麼做得好 然後我什麼東西可以再進步 所以我們 again positive balance 我們希望勤勉與自卑中間 有一個 positive balance 讓孩子知道說 他只要努力 他只要願意 投入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會得到好的結果 但是同時他也知道說 在能力上面他不是 無限大 然後他不是不勤勉 他就可以得到一些 得到一些肯定 那以上是弗洛伊德講的 也講得很清楚的一些 stage 可是在 Ericsson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去思考這件事情 到了第五階段 雖然弗洛伊德也有 genital stage 可是對 Ericsson 來說 已經完全走向了另外一個角度 那他覺得 孩子們在這個時間點上 是去認定自己到底是誰 尤其孩子到了青少年期 他的認知能力進步之後 他可以從頭回過來去想 說我的小時候 我的父母親教我 我是不是 他這個世界是不是 是一個 trustful 的世界 然後我小的時候 我的生活環境告訴我說 我的探索 是不是我值得去探索的 我 take initiative 是不是值得是 會受到別人的尊重 但是我也從中學到了社會規範 在這個一整個的過程中 孩子們 在那個時間點上 已經有了一個 self identity 也許是自卑的 也許是勤勉的 也許是什麼的 他到了青少年期之後 他突然有一個新的認知能力 我們下次也會談 叫做 metacognition 他可以跳出自己看自己 他重新回頭看他的認知 他重新回頭看他的信賴 的這個 issue 他重新回頭看自主性的 issue 自動的 主動的 issue 他回過頭來想我自己是誰 我的這個誰 是由我的環境 過去的 feedback 所定義出來的 但是我既然可以跳出來了 我就可以開始重新思考 我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想要做誰 過去給我的這些經歷 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我 還是我要改變成一個新的我 所以青少年的所謂的叛逆 不是叛逆 事實上是他回過頭來 去看自己的時候 重新思考自己是誰 然後 他做很多 experimentation 用很多的實驗 很多的生活上面的實驗 重新去發展他自己的世界觀 重新去發展他的工作觀 重新去發展他 這個人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們說這個時間點叫做 self-identity and role confusion 接著下來的三個時期 就是所謂的 early adulthood middle adulthood 到 late adulthood early adulthood 當然你要面對的是親密關係 是伴侶 然後如果有了親密關係 有伴侶的話 你就是 可以去重新找到一個生活的 新的 unit 然後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你跟你的伴侶 或者是說你自己的生活圈裡面 去養育 下一代 在工作上面有所成就 不斷地付出 所以到了第七階段 其實就是所謂的 生產與停滯的階段 是你不斷地付出社會的一個階段 那在下一個階段 其實自我統合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你在面對死亡之前 可能先要面對自己 去思考自己到底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以上是我們對Eriksson 的一些想法 我會給你一些參考讀物 就是在台灣出了一些 有關介紹Eriksson 的書 有好幾本 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翻一翻 上次 有兩位心理系的同學來 分別問了我兩個問題 那我 就是簡要地回答他們一下 我覺得 其實在課堂上面 跟大家一起說 也很好 那有一位同學來 其實是問這個 關於Eriksson 他的Qualitative Change 到底那個Qualitative Change 是什麼樣子 叫做Qualitative 而且他的就是整個的改變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他問的是 Continuity 跟 Discontinuity 到底是 微觀上 聚觀上 怎麼樣去想這件事情 我們從Eriksson 來講 Eriksson 的說法是說 你每一個 Stage 都是一個生理 發展 以及文化特性 文明社會的文化特性的結合 那我們說這些 文明社會的文化特性 其實就是有家庭 然後孩子們在 某一個特定的年紀 他開始去接觸別的孩子 然後他受正式教育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地走上 比如說 國小 國中 高中 等等 那這樣子的教育體制 以及這樣的家庭的概念 其實讓孩子在 每一個不同的階段 他都要面對不同的環境 而他在每一個環境裡面 又有他自己 當時的生理成熟度 所以他在生理與文化的結合當中 就會產生了一些 在當時當刻 容易面對的挑戰 我們把當時當刻 幾乎每個文明社會的孩子 因為他有類似的生理的發展過程 所在每一個階段 所需要面對的那個挑戰 我們特定的把他叫做 Developmental Crisis 叫做發展危機 或者中文也翻成發展要務 那我們列出了不同的Stage 他的發展要務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其實他並沒有 就是現代的理論 在 Eriksson 之後 我們會去問說 Eriksson 的理論 有沒有這麼 Clear Cut Stage 就是每個階段 每個階段切割得那麼清楚 其實是並沒有的 但是你就算不把他切割得這麼清楚 你還可以大致分得出來 說在不同的時間點 在不同的發展的一個時期 一個個體 他所會面臨的一些狀況 其實是的確是有差別的 那 Eriksson 其實 雖然他這樣子講的這個 Stage 還有一個他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說 你如果早期沒有發展好 你早期這個 Stage 如果說並沒有很好的一個圓滿的 對於那個危機有很好的解決 那他當然會影響到下一個危機 下一個你面對的人生階段 到底會 你是不是可以圓滿解決 前面的階段是會 的確會影響後面階段的適應性 但是呢 他說人不是沒有希望的 我們說 Eriksson 覺得呢 人可以在未來的時期 因為他又走回了 較早的階段的時候的 那個環境裡面 需要給他的挑戰 他如果沒有在較早的階段 把那個挑戰解決 而到了另外一個時間點 他已經比較年紀大了 甚至他已經老了 卻在環境裡面 不小心面對了同樣的挑戰 那他可以回來反除 他可以回來重新解決那個 他在少年時期 幼年時期沒有解決的 那個 Developmental Crisis 所以他是覺得說 孩子是有一個 有一個可能性 是 Delay Resolution 就是可以到了後來 還去解決前面的危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 Eriksson 的人生是充滿希望的 他跟弗洛伊德很不一樣 因為弗洛伊德覺得 你口腔其實沒有圓滿解決 你這輩子就是口腔性格 上次我們已經舉了一些有趣的例子 或是肛門性格 所以我們會說 弗洛伊德的理論 是一個叫做 Early Determinism 我們照他早期決定論 弗洛伊德是一個 Early Determinism 可是對Eriksson 來說不是的 他不是一個 Early Determinism 你就算早期的時候 並沒有能夠好好解決這個 Issue 他長大以後 還是有可能 回到原來的 Issue 去解決 那當然是需要一些運氣 也需要一些人是十地屋的 配合 他才能夠重新面對這個危機 但是他是有希望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去談 Eriksson 的理論 到底是不是一個 Clear Cut 的 Qualitative Change 我們說其實並沒有 尤其是現代近些年來的研究 更不覺得是這樣 但問題是說那個 Stage 還是很清楚地標明出來的 那些不同的危機 而我們很容易每個人在生活當中 可以去體現 的確在不同的年齡層 會有這些類似的危機 那我們也已經舉了例子 下一個問題 其實也是跟 Eriksson 有關 請你們翻到 26 頁 課本上的 26 頁 也給了你這個關於 Eriksson 的 Stage 你可以看到他的第三個 Stage 是在學齡階段的時候 叫做 Initiative vs Guilt 他的第二個階段在 Toddlerhood 在學步而起的時候 他叫做 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 那我在給你的這個中文的 Outline 裡面 我們說這個 Guilt 翻成內疚 然後這個 Shame and Doubt 翻成羞愧與懷疑 那我們先跳出這些名詞 我先問你一件事 請問慚愧是表示你 自殘行賄 還是表示你 無言見江東富老 或者是說對不起別人 請問哪一個是慚愧的意義 慚愧是自殘行賄嗎 你覺得有相的舉手 有啊 有人舉手 好 謝謝 你覺得慚愧是無言見江東富老 對不起別人的請舉手 好 也請放下 那你覺不覺得慚愧其實是 又是自殘行賄 又是無言見江東富老 你覺得兩個都有的請舉手 好 謝謝 請放假 這麼多手 謝謝你們支持我 這是什麼意思 在中文裡面 慚愧這兩個字 他同時包括了自己 覺得自己不夠好 他同時也包括了 他覺得他對別人對不起 他為別人做錯了事情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在英文裡面的 shame 以及guilt 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shame 是我自己做錯了事 就是我自己不該 然後我自己 沒有能力 叫做shame guilt 是罪惡感 是因為我跟別人的關係 產生了一件事 我做不好 我對不起別人 所以我有罪惡感 叫做guilt 在英文裡面 這兩個字 我們都叫他 self-conscious emotion 我們都叫他 self-conscious emotion 叫做自我意識情緒 可是我想你 推論你也可以想得到 在自我意識情緒的發展裡面 其實孩子們會先發展出來的是 就是對自我的不滿意 還不涉及比較大範圍 大範圍的人生經驗 他只是對自己不夠滿意 那是一種shame 而他慢慢的成長之後 他的生活圈也擴大了 他就會跟人產生互動 跟人產生不同的關係事件 那在這些人際事件中 他比較會產生的是 我也許做錯了 我影響到別人 我想要想辦法去把過去 我做錯的事情 彌補回來 在我彌補回來之前 我會有罪惡感 所以罪惡感 其實是一個彌補 人際互動之間的遺憾的一個動力 一個情緒來源 因為我覺得我罪惡感 我做錯了 所以我才想要去彌補 好 那所以從 self-conscious emotion 的發展來講 shame 是很早於這個 guilt 那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他所涉及的人際範圍的程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在 Erickson 的理論裡面 剛剛開始是我自己的 autonomy 我自己的自主性 我在做很多事情的過程裡面 我會發現說 我好像做得不夠好 我做得不夠好 是我打翻了杯子 是我摔了一跤 是我對環境中 我自己跟環境的 interaction 裡面 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 feel shame 因為我自己做不好 而下一個階段 我們說 take initiative initiative 是說 你開始想要做一件事 但是這個事情可能涉及社會上的其他人 你想要送別人東西 你想要對別人好 或是你想要 從別人身上了解更多外界的世界 可是你做錯了 因為你不曉得正常的社會規範是什麼樣子 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做的那個 你 take initiative 的事情 可能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讓你產生罪惡感 這是 guilt 所以你這樣子去想的話 你就很容易去 記得 這樣子的階段 在 Erickson 裡面講的是什麼意思 那在中文裡面其實很難分的 所以這個語文上面 或是我們就是華人對於這個慚愧的意義 其實非常的複雜 那不是西方人能夠完全捕捉了解 說你可以把這兩個事情放在一起